郑武俊先生,台湾新竹线人,民国三十二年生,国立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实习其满就进入师大教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 六十四年担任教育部特殊儿童普查小组的副研究员,六十五年奉命筹创台南势力启治学校,并且担任校长。 郑武俊先生以宗教家悲天敏人,化重济世的胸怀,将全副生命与心理,投入全国首创的启治教育工作。 对并不可爱,却需要爱的智能不足者奉献心理。 有人避之唯恐不及,郑校长却甘之如頤。 民国八十年,副转任启聪学校校长。 前后寄有九本小品著作《温馨俊勇,耐人寻味》,发行量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册以上。 每年更发表了数百场的净化社会人心讲座。 他就是这样一位将生命的潜能与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散发出无限的爱与光辉的人。 主持人,曹小姐,各位家人,大家午安。 很高兴,我们今天的讲题就叫做《提升自我,突破障碍》。 《提升自我,突破障碍》。 我想先从几个角度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简单的先解释,什么叫自我。 自我在心理学上讲的最多了。 自我,突破障碍时,不 пад上进切不上的推广上, dent,我们在心理学上,看到 立马上进行了可以照ianNA作也。 我们感じ fact 秘密完整的 good example。 每个人说Have her all the way. 以ous unit 1942,73340,733 于 Belplex Ancient hydration of Normal,100 届碍时可以传 antixterity,东西 他一参子硬碍时可以做averse, 它有点硬碍时可以出現了well 有点真正的 we god ongoing. 这个叫做Ego, commanderfficry東西, 这个叫做super ego 一般翻译做超我 翻译说人有三个我 一个叫做欲我 欲望的欲 欲我 一个叫做本我 一个叫超我 那什么意思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 你经过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一个珠宝店 那里面的珠宝呢 闪闪发亮 这个时候 eat就告诉说 哎呀 那个东西是我的该有多好 他就想要去拥有那个东西 但super ego就出来了 说不可以 物各有主 那不是你的 你不可以要 那这个怎么办呢 ego就出来调停了 他先问那个 eat说你要对不对 对 那又问那个super ego 说这个不是你的 你不能要对不对 对 那怎么办呢 他会出来调停 说很简单 你回家去拿钱来买就可以了 这叫架购 来架购就好了 所以它有一种作用 叫做调停的作用 所以我们人经常在礼欲交战 对不对 什么叫礼欲交战呢 该做的不做 就是礼欲交战 不该做的做了 也是礼欲交战 该做的就是礼 不做就是欲 不该做的也是礼 想做也是欲 我们人常常在礼欲交战 而且你会发现 礼长欲就消 欲长礼就消 除非你修到每个程度 很高的境界了 像孔老乌子那个七十岁的心境 叫做从心所欲 不欲局 那不得了 什么叫从心所欲呢 人心所发 跟天理暗和 也就是天理 就是人欲 人欲就是天理 这叫天人合一 最高境界 所以孔老乌子好厉害啊 到达七十岁的时候呢 可以发而皆重结 怎么做都对 怎么说都对 这叫口无则言 言满天下无口过 这叫身无则行 行满天下无怨恶 最高境界 怎么讲都对 怎么说都对 最高境界 我们有时候来考虑一下 这样讲对吗 这样做对吗 他都不必了 这叫发而皆重结 最高境界 这叫天人合一 儒家最高的境界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个呢 也有人讲说 我有两我 一个叫做现在我 一个叫理想我 我们人假如理想太高的话 现在我太低的话 会很痛苦哦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不是低成就才痛苦 高成就也痛苦哦 怎么说呢 因为他的理想我太高了 他总觉得没有办法 达到那个程度 就很难过 会有重点 所以自卑什么意思 当然你理想我 远超过现在我的话 就很自卑 因为你理想太高了 而高不可攀 而现在的我又差很多 那就很痛苦了 所以这也是痛苦的根源 所以有人讲 就要说幸福度等于什么 幸福度等于你的能力 处以需求 换句话说 能力大过需求 那你就很幸福 假如你需求大过能力 那就不幸福哦 对不对 假如你能力有余 需求还不太多 那保证很幸福 假如你需求很大 能力不足 那就很痛苦了 所以幸福度等于 能力除以需求 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可以慢慢去体会 我发现很多公司 都可以去体会的 像上次我听到一个人讲 说任何东西 他考虑到五个W 一个H 以后你做任何事情考虑 都考个五个W 一个H 五个W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人 一个是石 一个是地 对不对 再加上一个方法 方法应该是H 一个是那个动机 一个就是所谓的事工 What 那一位先生讲这个 我也很欣赏 他说他有一个公式很棒 各位把它记住 事工 你的事的功劳 事工就是What 等于什么 等于动机 乘以方法 除以人 乘以石 乘以地 分母是人时地 分子是动机跟方法 那么答案就是事工 什么意思 一个人事工的大小 只要你把人时地 控制得很好 一个常数 一个K 那这个时候就看你的 动机是否强烈 方法是否正确 就决定你事工的大小 这个功劳很好 这样讲不晓得是否懂 事工就是What 等于Why 乘以How 除以Where When and Who 就这样 人时地 把人时地 天时地利人和 控制一个常数的话 这个时候 你事工的大小 完全取决于 你的动机的强烈 跟方法的正确 方法越正确 动机越强烈 告诉你 事工越大 这个非常好的 所以我常常发现 有时候 多得到这些启示 让你受用无穷 这个蛮好的 所以建议各位 自我一个说法 就是说你的理想 我不要太高 理想我超过 现代我太高的话 会很痛苦 所以我刚刚讲说 高成就也痛苦 比方说一般的成就就七 他已经到九了 但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理想我太高了 可能比九还高 他还是自卑 会有这种情况 不是低成就才自卑 高成就一样自卑 就是也要跟各位做这样的报告 还有人认为我有三个我 一个叫生理我 一个叫心理我 一个叫社会我 那生理我 就是我们生理的情况 生理我有人讲是最不自由的 对不对 饿了就要吃 渴了就要喝 热了就要脱 冷了就要吃 就是这样的 生理我是最痛的 那就是心理我 心理我呢 就是比较方便的 怎么去思考都可以 社会我也是麻烦 社会我呢 就跟人家在一起的 和乐融融的 这个是社会我 就不太一样 跟人家怎么样相处 这属于社会我 人际关系的 也有说我有三个我 各位慢慢去体会 生理我 社会我跟心理我 我现在先用各种角度 来跟各位做这样介绍而已 好 那我想自我 我们就以简单的这样来说 那各位想一想 如何提升自我 很简单 建议各位几个方法 第一个 最好是常常把握 自我学习的机会 人人都是我学习的对象 处处都是我学习的场所 时时都是我学习的良机 世事都是我学习的题材 你这样的话呢 自我的学习够 自我的提升也一定很够 我发现很多人很厉害 所以孔老师为什么那么伟大 他就是处处学习啊 所以圣人无常识 怎么大常识 一定的老师不一定 只要谁比他强 他就跟谁学 对不对 这很厉害 他连入太庙还没试问 有人就怀疑 这个做人是指怎么吃礼 他说这个叫礼 这种尊重也是礼 所以我发现 圣人无常识 他处处学习 我希望各位 有人讲这个世间 叫做 这个世间也是个学校 叫做世间学校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还学不了 相不相信 所以现在教育部在提上什么 叫做终身教育 真的哦 各位想一想 我们懂得多少 花草树木懂吗 应对进退懂吗 不懂得太多了 你懂得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都不一定懂 你懂得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也不一定懂 真的哦 像我对人文跟社会科学 比较有兴趣 我对自然科学 就不太感兴趣 所以我的书都没有自然科学的 都是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其他的都不太看 很奇怪 这好像一种惯性 所以我们人真的懂得太少了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学不了 有人还开玩笑说 我们穿着制服来 注意就我们的皱体 这就是 真的制服是皱体 不是外面这一件 外面这一件可以换的 里面那个皱体是 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那才是真的制服 穿着制服来的 有人说你好好学 成就非凡 你若打到没面没力 那你上台大 哪里 台大医院 若打到很专门 会马上台大 有对台大医学院 若打到很专门 会马上台大 那就台大补习班 都上台大去 毕业之后 一定要把制服脱掉 要到另外一个学校去 那就是零界学校 所以严格说来 死并不可怕 就换所学校一样 现在就是转学 这样就轻松愉快了 我不晓得各位什么时候要转学 要升学 这个好像转个学而已 你毕业总要把制服脱掉 那就我们的制服 肉体就是制服而已 所以那个肉体都一样 人都一样 那才是真的制服 以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建议各位 我们要学的真的很多 太多了 怎么学都学不完 而且你会发现 当你懂得很多的时候 你更知道 你不懂得更多 所以夜郎才智大 真的 所以有人讲 有之跟无之成正比 有之跟无之成正比 当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你更知道 你不懂得更多 真的 是这样 所以当你发现 一无所知的时候 比较可能是 你无所不知的时候 当你发现 你无所不知的时候 可能是 你一无所知的时候 假如你认为说 我什么懂 我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懂 假如你认为说 你什么都不懂 也许你什么都懂 对不对 真的 我再说一遍 真的 有之跟无之成正比 当你发现 你一无所知的时候 可能是 你无所不知的时候 当你发现 你无所不知的时候 也可能是 你一无所知的时候 这是事实 所以我建议各位 真的 所谓人 真的要不断地自我学习 学习的机会太多了 蛮重要的 自我学习 自我教育都很重要 现在很多人 都一直在怪罪 什么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不好 我要告诉各位 自我教育最重要 对不对 老师都是样教 也没有对好学生 多说两句话 也没有对坏学生 少说两句话 没有 为什么差距那么大 还不是自我教育 有的人好厉害 任何事情 都自我鞭策 自我督促 对不对 自我反省 做很多工作 有人就没有感觉 真的 我就发现很多人 自我成长的人 很快的人 都是利用各种机会 来自我鞭策 像孔老乌子 看到松 松薄 就说什么 哎呀 然后松薄 然后之遂寒之后雕也 你看就出来了 看到水 就说哎呀 事者如师父 不舍咒业 像那个六祖看到灯 就说哎呀 一灯能除千年岸 一智能灭万年余 你看那个老子看到水 说哎呀 水的功劳最大了 水有两大得七大善 好厉害啊 无情都可以说法 无情都可以说法 有情可以说法 无情也可以说法 一草一木 里面都有残疾 所以佛家讲一下太棒了 叫一夜一如来 一花一世界 所以玉玉黄花 无非波得 清清翠足 尽是残疾